1月3號之後 就不能夠再公布民調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在總統辯論會之後 現在出爐的幾個民調 其實都可以明顯的看出來 好像藍白之間的差距變得更近 甚至有出現逆轉的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網路溫度計 他現在目前看到 侯康佩甚至已經領先了賴蕭佩 差距非常非常的接近 侯康跟賴蕭都已經占上了 38%的支持度 而且差距只剩下 0.01%的差距 所以這個拉得非常接近 也就是說現在 五五波的一個局勢 另外我們來看看 其實我們為什麼要選 這個網路溫度計 過去網路溫度計 在1.26 就是去年九合一選舉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命中率非常高 全台有95.2%的命中 還要扣掉這個沒有投票的這樣子 當時嘉義市 因為後來有延後投票 所以其實看得出來 這個網路溫度計也反映出來 從網路來看得出來 現在目前幾組候選人的聲量 甚至大家預估的當選率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現在比較常參考的 比方像是ETtoday的民調 以及TVBS 都是在辯論之後 做出來的民調結果 也都是拉得非常接近 首先我們看ETtoday 因為這個賴肖配跟侯康配 算是從開始到現在以來 最接近的一次 大概只差了兩個百分點左右 目前柯英配的話 還是位居第三 是大概只有22.1%的支持度 但是賴肖是到了35.4% 侯康是33.4% 也就是兩個百分點的差距而已 另外TVBS的辯論後的民調 我們看起來 現在目前賴肖是降了4個百分點 到了33% 侯康的話也是降了3個百分點 目前是30% 但是兩者之間大概只相差了3個百分點 那更何況今天看到了這個 用網路上面網友的討論 以及現在很流行的一個網路話語說 看到趙少康在今天的表現是殺瘋了 所以好像另外兩組候選人的表現 相對來說沒有像趙少康那麼懂得會拋 就是媒體在意的一些新聞亮點 所以我們看今天趙少康其實一到現場的時候 他就立刻拿出這樣一本書 這本書就是說以民主之名的獨裁來諷刺民進黨 然後他剛剛在記者會的時候 會後的記者會他還講說 他原本想講這本書的內容 因為這本書非常好 講的就是一個民主 現在一些國家程序是民主的程序 但是實施的卻是獨裁的手段 他說台灣其實也是這樣子 他還來舉例 他說希特勒也是民主 那問題是現在我們看大法官 NCC 黨產會 轉型正義會 甚至中選會 還有一些什麼這些那個會 還有監察委員 民主但是同樣也是獨裁的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譬喻 或者是拿出這樣的一個書 來作為一個比擬 其實是很抓大家的目光 也會引起就是現在有六成的人 希望能夠下架民進黨 甚至政黨輪替 是不是有打中大家的心 那我們來問一下 亮哥怎麼看 這個 其實最近的民調就是在B進 這個差距越來越小 而且很多民調 各縣市的領先幅度 也在縮小 所以比如說那個 我好像看到一個民調 賴清德大概在雲嘉南 大概只領先11% 可是如果是美麗島 大概就贏20% 就有一些地方 可是侯友宜 他就是在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 他的領先幅度也拉不開 所以兩個人就有點糾纏 雖然到目前為止都是賴清德領先 可是坦白講他們心裡 也是有點怕怕的 因為不知道最後 比如說柯文哲的票會怎麼動 柯文哲你也看到他 最近也開始告急了 就是開始說被棄保的不是我了 他也出來攻擊某些民調 對他不公 不是嗎 他就是想要也要做最後的 守住民眾黨的票的 這樣的一個努力 所以可是因為還有12天 所以你就不知道到了最後那 三到五天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距離太近 比如說我隨便舉例 就是那個陳水扁那次跟宋楚瑜 最後就是發生了 比如說許文龍跟李遠哲站台 尤其是許文龍就是一個強烈暗示 就好像是李登輝的好朋友 出來站台 結果就立刻產生了選票的移動 就是我們不知道最後 會不會發生類似的動作 因為差距很小 類似的陳水扁跟宋楚瑜的差距 其實也滿小的 就類似是陳水扁那邊 先發生氣保 因為陳水扁民調就增加4% 宋楚瑜這邊也開始移動 所以連戰在最後那兩天 被兩頭撕開 可是因為馬英九 去現場做了一個 這個不正確的民調的公布 結果就死得黃復興 最後還是投給連戰 這樣宋楚瑜就是這樣輸的 不然那個時候 如果黃復興的票也移動個一半 到宋楚瑜這邊 宋楚瑜就贏了 因為事實上兩個人 最後差距滿小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不知道最後那三到五天 會發生什麼事 現在都是各自在驚 可是驚 驚 驚 你就看到那個差距 大概都是3%左右 那3%市場也沒多少票 大概50萬不到 不到50萬 不到50萬 對 因為1%大概是15萬 所以那個來回真的 事實上以 我是覺得賴清德的票 大概是滿穩定的 他要掉下來也不容易 所以重點就是柯跟猴 這間的移動 那會不會還有一些人 沒有表態 然後到最後會決定出來投 就是說比如說投票率 假設本來我們現在算到現在 講的是72 結果後來衝出來是75 那就多了3%的人出來投票 你不知道 就是那個有時候會受到 短期事件的刺激 那死的那3%的人出來投這樣 比如說那天 我覺得那個總統辯論 賴清德對憲法那個失言 真的對他很傷 對 還好有那個菜奶媽出來救 以後賴清德當了總統 就沒有奶媽了 所以你會不會怕 對不對 我覺得那個真的會失分 就死了藍白的人 真的說原來你這麼綠 害死啊 露出真面目了 來 問一下慧恩哥 這個剛剛在副總統辯論裡面 蕭美琴談的這部分 我不太理解 當然就請教亮哥跟韋漢 他說中華民國派 中華民國台灣派還有台灣派 然後蕭美琴說 這三個派都在守護這塊土地 為什麼我們國家有這三個派 請問國民黨是哪一派 亮哥你幫我問倒了 國民黨不是中華民國派嗎 對 我只打驚嘆號 可是我們為什麼台灣派 跟中華民國台灣派 我們國家分成三個派 還是觀眾朋友 我們都要自己選擇一下 剛剛亮哥提到說這個 因為亮哥比較了解賴清德 賴清德真的是失言 宅軒 我不是很理解說 一個民調領先的人 我幹嘛去講這個 真心話 對 這亮哥就不應該講 我就得贏 我就希望小叮噹 把時間撥壞 我就當選 小叮噹 我為什麼要把心理的話講出來 賴清德在想什麼 所以這個我就今天遇到偉漢 我一定要把我跟偉漢的這個宿願 來做個解決 我很擔心的是這個 就是說1月13號投票之後 偉漢就跟我想說人民已經做出選擇 這句話我跟偉漢 這個一定要做個解決 你看2020總統大選 這是選完1月我們投票完之後 8月的時候蔡總統說要開放萊豬 對不對 是8月 然後後來說要開放日本核實 有沒有 然後2021國慶 他講四個堅持 還有互不隸屬 有沒有 然後2022是裴洛西跟解放軍的軍援 然後後來是兵役要延長 對不對 然後後來就是雞蛋之亂 所以你看蔡總統那個是什麼 他是在選後 他是在選後他才揭開他的真面目 可是觀眾朋友我的結論 我請問你 賴清德是選前就告訴你的 我說中華民國是災難 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 那蔡宣偉我的結論 那如果他當選呢 那偉漢是不是要跟我講一句 霍仁哥 人民已經做出選擇了 即便賴清德講這麼話 可是賴清德還是當選的 那偉漢我怎麼辦 我跟您一起去日本嗎 如果他當選了呢 蔡宣偉我現在是怕他當選 他當選他沒有 他只有四十幾趴 他沒有過半 沒有過半可是他還是當選 我就沒辦法撒卡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人比他好命 蔡宣偉我怕的是賴清德當選之後 他告訴大家說 我選前都這樣子講 我選前都告訴你的內心話 可是老百姓投給我 我有選票的授權 民意支持我 那大時候怎麼辦 必然說就好 就當選了 不然你要怎麼樣 我就沒辦法了 真的我就沒辦法了 所以趙綽康今天講說 賴清德 台獨跟戰爭 才是真正的三位一體 我們來問一下偉胖哥 其實是沒幾天就要投票了 我們三位也都認為說 這個辯論會 並沒有造成整個選舉的波動 封關民調之前 今天我們看到兩份 其實我告訴你還有這電視 今天還有風燦 這四份民調 都是賴清德目前第一名 領先 如果說已經調到 剩不到兩個禮拜就要投票了 還是這個趨勢 除非最後封關以後 十天之內出現了 驚天動地的大事對不對 然後可以說珠洋變色 然後前後洗牌的話 否則看民調 民調如果可信 大家覺得民調不可信的 觀眾朋友有很多 比如像去年台南就調不出來 確實是有不準的民調 但是你以趨勢來看 我看到很多都在講說 20年前怎麼走 20年剛好那時候 我就在當記者了 政黨還沒輪替之前的媒體生態 跟現在真的不太一樣 現在是什麼都可以講 而且可能隱含一些錯誤的資訊 可是都是自由的 可是20年前的話 大家還不知道國民黨不執政是什麼狀況 阿扁當總統的時候 過應還過不出來 陳水扁總統 不都李登輝總統嗎 講了那麼一輩子對不對 所以其實那個年代 你拿20年前的模特來討論 我覺得倒不如討論去年的選舉 四年前的總統 2018的縣市長 這些年都已經有很成熟的民調 像我們今天有這個網路溫度計 他也不是正常的民調 但可以拿來參考 網路上面的街頭民調 或者是內參 你都可以參考 但你相信哪一份 最後結果就只會有一個 但是三個人我覺得都有可能贏 可是科學務實來講的話 目前比較會贏機率最高的 真的就是賴清德 但你說機率高就一定贏 我們就看一月十三 這也沒什麼翻不翻車的問題 但是我告訴大家 以這樣看起來的話 賴清德勝選 但是立法院沒有任何政黨國會過半 藍綠都不到57期的機率是很高的 那以這樣來講 就像剛剛廖哥講的 那你也不能夠懷吵去找 以後你想要做什麼做什麼 我覺得賴清德 他講中華民國是災難的那一題 後面有兩次的死亡 對他來講 還是已經造成 藍白選民對他的疑慮 因為他跟蔡英文總統 畢竟不一樣 他講過物質的台東工作者 蔡英文沒有 可是你又補了這一個 在總統選前兩個禮拜的 一個嚴重失言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最後即使贏 也是非常脆弱的領先 會贏得很辛苦 那贏得很辛苦的狀況 就回到我們可以參考 下2000年的狀況 阿扁雖然贏了 可是他只有拿到39% 脆弱的領先 國會也沒有民進黨過半 也不是最大的